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荒 世人行动时息幻影 他们忙乱真是恍然 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以往人的羞怒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莫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折法从我身上面去 因你手的折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效忧消失 如意被虫所咬 世人正是虚荒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刻理 是拒绝的 像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 使我去而不返之先 可以力量复原 愿上帝亲自来祝福他的话 这个时候呢 这里呢 讲到说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经历人生种种的造诣 他顿时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所以他就从心里呢 发出好多的呼喊 希望能够唤醒他 沉睡的心 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看到 大卫呢 心领呢 他的重复 第三节他说 我的心 在我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石头说话 天生姐妹 你看大卫的心灵是何等的交集 他静止不住 要说出心灵的话 发出心灵的呼喊 第一节他这里又说 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石头犯罪 大卫本来打算不说话 因为他怕说 他就说错话 所以他就说 免得说错话 免得因而犯罪 他看见了人犯罪 强制自己不出声 不脚毛 后来 怎么呢 后来 连好话也不说了 就是怕讲错话 他本想对人生 保持一种 保持一种的 保持一种的 坚默 可是当大卫发现 人越来越现在 这个虚妄中 最深梦死的时候 他的心灵就 在不能 静止不住 要向世人发出 呼唤 大卫呼唤些什么呢 他有什么要 提醒世人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节说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 虚妄 第六节也说 世人行动 世袭欢迎 还有十一节说 世人真是 虚妄 一连几次的虚妄 大卫一直的 用这个字 虚妄 说明了大卫的人生 的虚妄 的感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因此我的年乐 载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 如同无有 所以他发现 人生的短暂 常常叫人 感觉的叹息 总觉得好像 空跑一场一样 他又感觉到 希望的人生 而且他发现 希望的人生 一直导致 他所做的事 就变成无意义了 所以他说 世人行动 世袭欢迎 他们忙乱 这是恍然 继续财宝 不知将来 有谁收起 所以他发现 人的一生的行动 所做的 怎么样呢 都显出 虚妄 可不是吗 我们一生中 做了多少 无聊 无欲意 甚至无欲的事 这些事 所以自己 对别人 都没有什么 造就 或者是 没有什么好处 这些都是 希望的人生 弟兄姐妹 当你我回头 看的时候 我们一生 忙来忙去 劳碌了一场 难道不只是 为了吃得饱 穿得软 那很快 人就来到 年老的年龄 然后人生就落得一场空 所以 所谓忙乱 其实就是 走来走去的意思 人的一生 就是这样 走来走去 一下子就走完了 好像很多事情要做 很忙碌 但是事实上 这是在空跑 即使一生 赚了好大的财富 事实 也告诉我们 子孙会为了 这些财富 而斗得六春 六亲不认 你死我活 这样的结局 你能说 不是空吗 人活在世上 就脱不了这个事实 离不了这种虚妄 包括 你我在其中 所以大卫呢 他就签明我们 就从第七到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 整段的这个经文 第七节说 主啊 如今我等候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大卫告诉我们 这是等候神 仰望神 在修往的人生中 最重要的 就是等候神 仰望神 他要我们学习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学习 默然不语 真正等候 就是呢 我们要默然不语 不在那里唠叨 凡唠叨发怨言的 就是不耐烦 没有等候的 所以无论 所以无论面对 怎么样的环境 遇到怎么样的人 如果人认定是出于神的 都是经过神的许可 我们就能够默然不已 我们要很清楚 没有一件事情 临到我们的生命呢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它肯定在背后 是有一些的空课 上帝要我们所学习的 所以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问 主啊 这个空课到底 你让我们学到什么 怎么样的 在这个空课上呢 是丰富我们的人生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命 然后呢 他也求神不要静默 在十二节 所以弟兄姐妹 等候神的时候呢 是希望神不要静默 无神 希望神是有回应的 当我们等候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神开身 我们都希望神有回应 所以如果没有回应的 等候呢 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大卫呢 就有 他有做这种祷告 就是出去 责罚的要求 希望神有回应 他心中要有痛苦 他流泪的求神回应 在十二节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告诉神 如果上帝没有回应 像他这样软弱 无力的人呢 就不能够承受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希望在短暂 聚集的人生 遭遇各种各样的痛苦后呢 我们的能力能够复原 所以就如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们很清楚 任何事情是神在掌管的话 我们就不会叹息 我们也不会埋怨 反而我们会感恩 我们知道上帝 在上帝的应许之下 这些事情的发生 是让我们学极大的空课 所以今天早晨 我不知道在近期内 你面对什么的问题 但是我要鼓励你 弟兄姐妹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都会有一个目的 我们不会摆活 好不好 这时候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 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今天早晨 你给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你 我们的生命只是一场空 无论我们多富有 或者我们多有才干 我们每一天 所做的工作 所见的人 都似乎失去意义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真理 我们的生命是在你手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因为你已经计划好 你要我们的生命得到丰富 所以你在耶和福音 十章世界告诉我们说 主啊 你要赐给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是一个与众不同 是一个卓业 是一个荣耀你的生命 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因此今天早晨 主啊 我要改变 我对我人生的看法 我要改变我的心态 我要改变 我过去错误 对待自己生命 跟人生的态度 今天我要看见的 就是上帝在引领我 上帝在一步一步 带领我走向上帝 我要我走向的计划 我整个人就开始看事情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 每一样事情领导我的 都会有一个目的 或者是上帝 要透过我的生命来荣耀他 所以我紧着这个应许 活出一个热情的人生 活出一个着眼的人生 活出一个稀疼的人生 主啊 今天我要决定 我不再埋怨 我不再看到我的生命是空虚的 是虚枉的 我的生命是满有意义 因为有耶稣在我生命里 主啊 我谢谢你 我也祷告你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生命从今天开始 就变成不一样的生命 因为你的话语在 哥林多后十五章十续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 主啊 我在此宣告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我们能够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否靠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